持續十幾個小時的暴風雪 將整個城市營裝塑裹 早上起來全民投入殘血運動 抽到已經完全被雪風 很快我們家門口的堆雪高達一米多 有的這樣的天時地利 我特別想做的一個十分硬頸的料理 就是魚凍 把稍後的魚放入雞雪中冷凍成形後 再端上餐桌 吃上這冰冰涼涼的入口即化的魚凍 在寒冷的冬天別有一份情趣 我做的魚凍很特別 比如用這種在Costco買的去皮去骨的魚肉 而不是用整條魚來做 這樣吃起來特別方便 還有我用了一點點銀耳作爲增稠劑 天然又有營養 最後我是直接將魚放到雪地去冰凍 將10克的銀耳泡軟後洗淨 用攪拌機打碎 蔥姜蒜也一起打碎 熱鍋冷油先煎一下魚肉 做這個魚凍 魚煎破了都沒有關係 魚的兩面都煎到金黃後 倒入蔥姜蒜和銀耳 只用魚露和蠔油調味 加開水完全沒過魚後 高出1厘米 這個菜需要有足夠的湯汁來凝固 用中小火煮20分鐘 最後加入一點胡椒粉就完成了 把魚連通湯一起倒入玻璃保鮮河裡 直接放入陽台上的雪地裡冰凍 在等待魚凍好的這個時間裡 接著去殘雪 等雪產乾淨了 魚也凍好了 殘雪過後出一身汗 回到溫暖的房間 送一塊鮮香冰涼的魚凍到嘴裡 就像小朋友滑過雪後 吃一口冰淇淋犒勞自己一樣 不會每天都有 確實冬日裡 特有的一種情趣和美食體驗 我們下次見 好 谢谢观看